所以這個克拉奇如果來 可能大家也不要太高興 就是要小心說 這個談判裡頭 我們得了什麼失什麼 以及希望我們的政府 也可以開成布公告訴我們 我們拿了什麼 或是給了什麼 這個當然是有得有失 對 不過我們接下來看 就是川普他現在開始要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他因為他現在募款 情況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他自己要自投 腰包1億美元 要來拼這個連任 可以整個看到 就是到選舉日 但是總共川普幕僚他說 已經投入了廣告的 整個宣傳的金額 高達了2016年的兩倍之多 競選支出已經達到了8億美金 拜登相對之下 只有他的川普花費了一半 只有4億多 除了打疫情牌之外 我們知道川普其實 也大打中國牌 其實下半年 他都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從疫情發生之後到現在 他持續不斷在打這一張牌 所以如果說 拜登跟川普互相指控說 你比較親台這件事 現在此刻都還在發生中 我們先來看看 川普他猛打拜登親中牌的歷史 他系數說 你拜登 你民主黨 你跟中國比較接近 你害美國的白宮貿易 這個順差 或者是說讓美國失去了 500萬個工作機會 所以他還恐嚇一些 美國的選民說 如果你們選了拜登 美國的中西部將會毀掉 然後你們這些藍領 你們這些勞工階層 都會遭殃 而且他之前還有講就是說 拜登如果當選的話 所有的美國人都要去學中國話了 可以看到他最近川普團隊 他們不斷的在釋出一個影片 就是拜登當年在 中國大陸訪問的時候 曾經當面希望習近平 幫助他登上白宮大位 這個畫面不斷的在川普陣營的 粉絲團裡面不斷的流傳 可以看到川普就在打 這個所謂的反中牌 是 還有現在全球都在矚目說 我們的疫苗 COVID-19的疫苗什麼時候出來 不過昨天傳來一個壞消息 那就是牛津的疫苗 突然出了狀況 有一名這個自願者 人體實驗的自願者 他出現了脊髓炎的 脊髓炎的這樣的狀況 所以現在到底 還要繼續下去嗎 對 今天下午有個最新的消息 這個牛津研發的疫苗 突然 雖然當中有個測試者 可能出現的狀況 但是他們今天對 就是英國金融時報說 如果確定他出現的症狀 跟這個疫苗的整個實驗 是沒有相關的話 可能下個禮拜 這個牛津疫苗 又要重啟第三階段的實驗 所以這個消息一釋出之後 今天歐洲股市一聽到 受到激勵 所有投資人又開始投入股市了 所以今天歐洲股市 是有稍微反彈上漲的 是 這個是一個歐洲的藥廠 叫做阿斯特捷利康 他是跟英國的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 一個疫苗 本來他的上市呼聲非常高 大家都覺得說 你可能是第一個 全球第一個研發出來對抗 新冠肺炎的一個疫苗 可是就在前天出現了這樣的轉折 當時大家都很擔心說 這個discontinue了 這個中斷了 我們人類的對於 這個新冠肺炎的戰鬥 是不是也被這個 可能也暫時停止了 可是現在我們先來看看 為什麼他會暫時停止 因為他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測試 都很成功 而且外界也預期 比較窮的國家或是窮人 他們有承諾可以先給 這一些開發中國家的人來接種 像是印度 可是在整個開發的過程當中 一名英國的受試者 是一名婦女 是一名婦女 對 他出現了無法解釋的疾病 好像他的脊椎 好像出現了神經性的疾病 所以但是沒有辦法判定 他出現的症狀跟他研發的疫苗 到底有沒有相關 所以現在正在釐清當中 為什麼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牛津疫苗會這麼受到矚目 主要的原因 他這個疫苗將來萬一 就在最後是成功研發之後 他運送到各個國家去 他不需要極低溫的保存 就可以運送了 這對於運送過程來講 是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對於他這個疫苗 是寄予厚望 但是這一次暫停這個試驗 很多人覺得 特別是工衛專家 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就是我們一發現有問題 先把它挺住 才不會倉促的讓這個 可能會出現問題的疫苗 就流到市面上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1億劑的疫苗 有0.1%出現問題的話 等於有多達10多萬人 是會出現副作用的 所以這個整個研發過程 是必須要非常的謹慎 所以研發過程必須非常的慎重 可是現在我知道像是俄羅斯 據說已經有疫苗出來 而且已經打在人體身上了 可是也傳出了 有一些不好的作用 包括大陸據說在疫苗的研發上面 好像也跑得非常前面 可是我們台灣 台灣據說已經壓錯保了 我們現在是把錢都壓到哪裡了 現在牛津疫苗的實驗出場了 暫時喊停 不過最新消息是可能 還會再繼續下去 傳到台灣來 我們的專家張善淳就說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不良反應 我們先來聽聽看 張善淳怎麼說的 他們在比較大規模的二三期的臨床試驗當中 看到了一個比較嚴重一點的不良反應 就是發生了脊椎炎的狀況 那為了安全起見 就先暫停整個臨床試驗進行 先把這個這樣的一個事件 釐清到底跟疫苗接種是不是有相關 這是我們指揮中心的專家小組 張善淳老師 他剛剛特別講說 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反應 他覺得很擔憂 不過最新消息是 牛津疫苗 他們認為說這可能是個別的反應 所以還會繼續實驗下去 不過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牛津疫苗 是在全世界各地都在進行 很多人在進行測試 因為到第三階段 就是要大量的來進行測試 那麼現在牛津疫苗的測試的地點 包括了美國 南非 印度 還有包括英國在內 這一次出現狀況 是在英國的一名婦女 不過我今天下午看到 外電的報導是說 他這名婦女的症狀已經改善 而且準備要出院了 可能情況沒有這麼嚴重 牛津 研發了牛津疫苗的藥廠是說 如果確定跟他們的疫苗 是不相關的話 下個禮拜開始 這個試驗要再繼續進行 不過我們可以進一步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脊髓炎 台大的醫院的院長黃立民是說 這個通常就是身體免疫力 攻擊你的脊椎造成的 那症狀就是你在雙腿的下肢 可能會出現麻痺 無力 還有感覺異常 那這名英國婦女受測者 可能就是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現在正在釐清 是不是跟這個疫苗的注射有關 是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疫苗 如果說是要注射到人的身體裡頭 當然是要非常非常的謹慎 那台灣現在在研發疫苗的進度 又是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看 國產疫苗 我們現在預估是可能在明年2021年 最快最快可以上市 那我們國內有四家的生技大廠 現在包括了國光生劑 聯亞生劑 高端疫苗 以及安特羅生劑 這四家的生技大廠 正在研發新冠肺炎的疫苗 不過都還在這個起跑點上 如果說用一個比喻來講 我們在養雞好了 現在他們都還是小雞的階段 其他國家像是英國的 牛津疫苗它可以跑在第一名 它現在這個雞大概已經長大了 可以再來吃了 大概是這樣子的比喻 對 現在疫苗出錯 可能我們必須要來開始 要有一個Plan B的一個方法 因為我們知道像美國 它也是像牛津疫苗 購買得非常大量 如果真的是出包的話 是不是要有一個 另外一個平台來 雙管旗下來進行其他的疫苗的研發 第一個我們現在台灣 現在就是要扶植國內來進行研發 第二個就是預購國際疫苗 透過這個COVAX平台來爭取 是 因為我們台灣其實 疾管局或者是說指揮中心 其實都一直有在規劃 包括我們的疫苗 未來到底如何來購買 或是去搶這個疫苗 或是自己研發 所以他們現在的所謂的布局 大概是這樣 我們的防疫的預算 大概有136億台幣這麼多 那其中的116億 也就是大部分的預算 是會放到國際預購 也就是說它是要靠國外 研發出疫苗 然後我們再去採購 那其中有20億是國產研發 也就是說我們只留20億台幣的錢 讓鼓勵或者是國內的生產的人員 包括國光生計 這一些大廠來做研發 現在如果說國際預購出賊了 或是說不管是在研發中間卡關了 或者是說你很難跟其他大國來爭奪 你這個116億的預算 其實真的非常小 因為據我們所知道 現在國際在搶這個疫苗的 預購的金額上 已經到了20億美金這麼多 大家都在搶 是 包括美國 包括日本 包括疫情非常嚴重的巴西 他們都已經下單了 還有歐盟很多國家 他們都下單了 要預訂這些國際疫苗 因為我們只有116億台幣 相對來說 這個份額是非常非常的少 可以想見 這個疫苗被開發出來之後 打個比方說 現在如果說牛津疫苗 已經開發出來了 他可能會先給誰用 可能就是美國 他已經預購了 日本也預購了 包括歐盟也預購了 當然他自己的英國 一定是優先採用 當這些國家都已經打了疫苗 都已經解封了 那個時候萬一我們台灣還沒有疫苗 那事情就打掉了 對 不過現在我們剛剛提到的 牛津疫苗之外 包括了德國的BioNTech 還有包括美國的輝瑞藥廠 他們都說他們的疫苗 其實也是在進行第三階段 可能最快 最樂觀 可能在10月中到10月底 應該就可以問世 非常符合川普說 11月1號要發給大家 這樣的一個策略 不過七大藥廠 他們同時都保證 他們不會配合川普 一定要以最高標準 來審視這整個疫苗研發的過程 我想川普雖然是個狂人 這些藥廠他們自己也有奮劑的 他們應該不會賣出去 或是Release一些 可能對身體有害的疫苗 我們再來看看我們台灣的部分 台灣的部分 其實因為台灣的疫情 不是那麼嚴重 所以在疫苗開發的這個部分 好像看起來 我們真的是在落後的階段 來看一下台大兒童醫院的 黃立民他怎麼說 他說我們現在台灣的狀況就是說 客人都來 客人已經來了 你才想要養雞 意思是說人客客到你家了 你現在才要養雞 要去煮大餐 已經來不及了 對 是有一點慢 人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這是客人 客人就是新冠病毒 已經來得又急又快了 歐洲 美國這些國家 都沒有辦法在短時間殺雞 順利研發疫苗 可是台灣還是處於養小雞的階段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四大的生計公司 現在都還在養小雞的階段 政府一開始就把重心放在 緊急授權製造這樣的地方 想要沾第一名 跑得最快的這個 牛筋疫苗的光 因為那時候政府就押保 我們的這個指揮中心可能想說 好 我們押保這個牛筋疫苗 等它一製造出來 我們就可以拿到 可是現在牛筋疫苗 可能出現了一些變化 那你該怎麼辦 只能轉向國際預購 國際預購就是剛才講的這個平台 這個是COVAX的平台 可是COVAX的平台 現在大部分已經登記預購的 都是那些美國 歐盟 日本這些國家 而且他們砸了重金 放了非常多的錢 我們台灣會排在很後面